女人被绑在石板上 紧接着一个奇怪的面具 直接落在她的脸上 尽管女孩害怕得失声痛哭 但这也只是开始 就这样 女孩在面具下 彻底隐恨去了西北 与此同时 逃出去的大壮 刚好看到她们在处理女孩的尸体 而下一个目标 明显就是被困的菜花 紧接着大壮直接冲出 带着菜花一步步往森林中逃去 但大壮不知道的是 此时菜花的身体也马上就要变异 随后两人直接躲进一户人家 大壮用手枪威胁把她们绑在板凳上 不让其报警 但这个行为却直接要了她们一家人的信用 因为此时的菜花已经被脏东西彻底控制 在她眼中无论看什么东西都在活风门里 很快大壮听到一阵嘶吼声后 扭头看去 刚才被绑在凳子上的一家人 已经全部去了西北 紧接着她就被菜花一步推倒 而此时的菜花也变成了人不人鬼不鬼的怪物 好在就在这时 村子上的巫师及时赶到 他们拿着十字架用圣水鞭打菜花 可无论十字架如何用力 就是插不进她的身体 只有把面具戴进她的脸上 才能彻底送走她 可菜花的脸一直不停地抖动 好在这时的大壮丽马加入驱魔队伍 帮助他们封印了恶魔 故事也就此结束 影片告诉我们一定要听劝 不做死就不会死